2021年5月17日,香港娱乐圈在传噩耗。 香港资深演员,乐剧大老官游生浦于当日清早因病去世。 享年89岁,演艺泰斗阮兆晖之子阮德腔受访证时游生浦今早去世。 有消息称,游生浦四天前因心脏问题入院。 17日上午,传出噩耗。 剧业内人透露,游生浦四天前中风,紧急住进医院接受治疗。 17日早上,他突然感觉到呼吸不畅,喘不上气。 医护人员赶紧给他吸氧气,却仍然帮助不大。 医生随即对他进行抢救,大约10分钟后便离世。 游生浦于上月24日在屯门大会堂演出《乾坤镜》。 这是游生浦最后一次踏上台板演出。 有份合作的尹飞燕今日接受电话访问。 直言不敢相信游生浦离世消息。 他透露上月与游生浦同台演出,已发现对方消瘦。 他说,上个月才做完,但身体不是很好,是瘦了少少。 传闻心脏出问题,他说,我又不是好清楚,因为我从来不问人家的这些事。 但一起做事时,他又卯说自己有病,但疫情关系。 好多场合排戏,他都说我不出来了,只在演出才出。 尹飞燕表示,从游生浦身上学到很多。 他说,我出生后,同他相处都有五十年,初初出来,我们好多事都不懂。 他是前辈就一路教我们,后来大家都跟林佳生埋班,见面机会就多了,我是花旦。 而他以前做文武生,现在做丑生。 游生浦是否从没有想过休息? 他说,我们这行别讲说退休,所以通常都是自己舒服,不辛苦,就当玩笑,吸引来的。 阿达美雪是经文噩耗,非常伤心。 他说,我很后悔,这段时间没有和蒲哥见面。 正月是蒲哥生日,以前我总在他生日的前一天,请他和太太吃饭庆祝。 今年因为疫情,没有请他吃生日饭,大家有一段长时间没有见面。 有一晚,我接到犹太的电话,他说蒲哥很挂念我的声音,然后把电话递给蒲哥。 我们在电话里谈天说得清得好开心。 玄说待疫情过后,出来见面吃饭慢慢清。 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和蒲哥见面。 阿达说到此以泣不成声,为自己没有争取和蒲哥见面懊悔。 17号那天,阿达收到消息难以置信,马上打电话给犹太。 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,犹太已经没有接听任何来电。 阿达说,我告诉蒲哥简简,想和他妈妈亲两句。 犹太接电话时哭着说,蒲哥走了。 听到他这样说,我已经忍不住哭起来,他也不停哭。 现在我很担心犹太,蒲哥是细形出名的好老公,好爸爸。 犹太对蒲哥也是体铁周到,任何时候他们都是初生入队。 蒲哥去世后,生前合作的点点滴滴,一直萦绕在阿达的脑海。 他说,我像是在发一场噩梦,很希望突然醒来。 蒲哥仍然在生。 1988年开始,蒲哥加入除凤鸣剧团做丑生。 多年来我们一直合作,从庆凤鸣到凤和鸣。 有蒲哥在身边我才放心。 有一段时间我膝盖受伤,在舞台跪下在站起时很困难。 每一次蒲哥都暗暗在旁边,让我扶着借力。 我是剧团每一个位家人。 蒲哥不只是家人,他更像慈祥的父亲。 是我的心灵支柱,一路走来有他做我的台柱,支撑着我在舞台走的每一步。 阿达透露,有一年戏院台期特别紧张,他租不到地方演贺岁剧。 蒲哥知道,后安慰他说,你放心了,真的找不到戏院,我陪你一起做。 一年一度的贺岁班是戏型的盛事,没有演出等于坐冷板凳。 滋味可想而知,蒲哥愿意陪阿达一起做。 意思是,就算有其他剧团找他演出,他也不会接演。 这份情意一直令阿达感怀在心。 阿达说,因为蒲哥的这份心意,我更不想让他陪我做。 最后找到大专会堂开罗,顺利演出贺岁戏。 蒲哥经常提醒我,做戏型最紧要是把生,他叫我一定要雇主自己把生。 多年来我都不敢忘记他的教导。 蒲哥离世,令阿达记后毁又伤心之语,还留下不少遗憾。 阿达曾经请人写了新剧本《无双船》,剧中角色专为蒲哥杜申定造。 他说,这个角色类似《紫差记》中的《黄山客》,行侠仗义完全为蒲哥而写。 蒲哥看过剧本后也很喜欢,他答应我如果开这套剧,一定帮我演出。 可是他现在却走了,再不能为我演这套戏。 游生浦生于1934年的广州,父亲是知名,表演艺术家游金红,育有七个儿子,先后进入黎园,一门八截。 以游生浦成绩最大,从小他受父亲熏陶,一心热爱戏剧艺术。 游生浦九岁开始登台,师从京剧名林李万春,年少便与关德兴。 子侯海等人同台演出,刘荀作为京剧名家,曾收过不少弟子。 就连著名演员罗家英都是失从于他。 香港乐剧界明林游生谱,TVB老牌明星陈宝珠的师姐陈好球,尹飞燕等都曾拜他为师。 有人曾批评刘荀在香港积极传授京剧,实则是扼杀了乐剧发展。 可刘荀不以为然,他认为南北派演技都是一脉相承,既应取其精华柔和意气,再将其发扬光大。 这又何不可? 1960年,游生浦先后加入多个著名剧团,与之搭档的演员都是享誉香港的乐剧大佬。 如新马师曾,梁醒波,邓碧云,凤凰女等,并在丑生亡梁醒波的建议下,从丑生兼言老生,又长世武生及花面等。 一生中从一生涯长达80年,游生浦少年时随父亲游金红进戏班学习,之后曾跟随父亲的好友陈少侠学习淡决。 游生浦代表作包括,霸王别姬、李广王、李太白、赵氏孤儿、帝女花等乐语名曲,最高纪录一年演出150场,成为乐剧黄金年代的一代宗师。 据说,霸王别姬是为游生浦专门定制的乐剧版本,而游生浦的拿手好戏则是李太白。 出到香港时,游生浦也曾被嘲笑跟不上潮流,于是他便向戏班中的大老官献殷勤,侦查倒水,扇扇子,给钱贿赂火头,为大老官煲猪肉汤等,一点一滴地跟不同的大老官学习如何与世俱进。 有资料曾介绍,游生浦在上世纪50年代一直都只是戏班里的群角演员,他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时,眼泛泪光,还说这是他演艺生涯最心酸的日子。 直到1960年代乐剧兴盛,游生浦以演文武生而出名,登台的足迹遍及东南亚和美国,才终于翻了身,出于对戏曲的热爱。 他不但擅长乐剧,还曾师承有北侯王之称的京剧名林李万春,后来又跟随京剧武生流行练功,跨越戏种西剧各家所长。 1971年,游生浦曾宇在香港乐剧界有神童,万能泰斗等美誉的阮照辉等,组成香港实验剧团,以实验乐剧的新风格,创作及改编乐剧,并担任导演一职,一喜乐剧守旧一面。 1980年代他长期担任雏凤,名剧团的丑声及舞声,曾于1990年至1991年期间,一年内最高纪录演出超过150场,直至1992年雏凤鸣解散。 他在2000年又将莎士比亚名剧《李尔王》改编成乐剧,李广王为乐剧不断推陈出新。 近年,已经步入茂蝶之年的游生浦仍然活跃在舞台上,2016年他已超过80岁高龄,在艺术节中演出。 李太白,该剧堪称名家巨手,不仅有演唐明皇的罗家英,安禄山的阮兆辉等,游生浦的师兄弟刘巡也担任了艺术指导。 而游生浦多年来对乐剧表演的拓展,可谓功不可没。游生浦晚年退而不休,一直在舞台活跃。 最后一次采访是2019年,当时87岁的他登台表演,明末以恨,师兄刘巡已有亮相。 2020年,从毅80年的游生浦,还专门开办了自己的导演艺术专场演出。 去年11月,游生浦参与了游罗家英,汪明泉领衔主演的《惊差记》,在剧中反串王母,与汪明泉有感人的对手戏。 彼时,游生浦表示自己不会退休,做到不想做为止,还有三年变90岁。 如果有一天不演了,会在台上跟观众说再见。 就在三个月前,游生浦还以89岁高龄参演了大型神话乐剧《乾坤进》,正如游生浦在2019年接受专访时自己所说, 他永不言休,做到自己做不动了为止,不会和观众说拜拜,而为了能活到老眼到老,保持好的体魄与体力。 游生浦即使是80多岁高龄,也依然坚持每天半跑半走一小时,这样的精神确实非常令人敬佩。 游生浦生前多次获奖,包括1992年荣获香港艺术家联盟颁发舞台演员年奖,2009年获香港特区荣誉勋章,2016年获香港演艺学院颁授荣誉院士等。 当年游生浦还和郑少秋一起出席班寿仪式,包括何超穷,陈宝珠等人特意到场官吏。 今年4月,82岁刘勋荣获演艺学院班寿荣誉院士罕见露面。 原来当年刘勋到香港发展,就曾指导游生浦,罗嘉英等人学习乐剧。 换而言之,比游生浦小七岁的刘勋,反而是对方的老师。 不过刘勋早年,曾师从李万春,两人都出自大师门下,以师兄弟互称。 2017年,游生浦获班寿童子金星章,携太太参加薰闲班寿典礼。 两人结婚多年恩爱有加,是圈中模范夫妻,游生浦晚年,注重养生之道。 每天坚持跑一个小时,为了完成演出不惜多次彩排,说话中气十足,身体状况一直不错,突发心脏问题去世,让人惋惜。 游生浦老人家从入院到去世,仅用了短短四天。 离开的实在有些突然,愿他一路走好,到天上也依然有他最爱的戏曲作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